我昨天不带大庆买了个车吗 然后已经讲完价了 我说把车开出去试 上架子 然后那老太不让 然后我发完视频 我看到大家的网友都说 买贵了 太破了 反正就是90%的网友 得95%的网友告诉我都别买 我发现了 你要买一样东西 你要是听取大家的意见 也几乎是买不成的 就是你干一件事 你听取大家的意见 你都看不成 你信不信 比如我说我要开个店 哎呀现在这个店不行啊 现在疫情啊 现在这么 反正就是你干啥 你只要就是人意多了 你肯定是干不成的 就包括买车都是 我这段时间一发车 大家都告诉我 这不行 你说不行 我也并不是完全听取大家的意见 就是关键这个车吧 咋说呢 它不让我撑架了 我就不能买啊 那我也真怕开出来走坏是吧 如果它让我上架子 我就没毛病 我就会买的 它不让我上架 它网友说买贵了 这是16年车 16年车还几千块钱 那你给我买 现在你们就是说 说的时候就可能给了 当我让你买的时候 你绝对买不到 16年的车没有几千块钱的 现在12年车 它还卖一万呢 就小货车 我现在没在大兴 忽悠泡跑家这来了 昨天看完车就回来了 那老头别给我打电话啊 我还等着他给我打电话 拿他一把 再压压架呢 再能压下来点 让我上架子就买 他没勒我 他也 这老头称呼身呢 吃的严多 他拿我一把 那行 无所谓 买买买都行 那台 现在探家这 有点事回来的 然后我打算在探家这也看看 探家这也有买二手车的 如果要是 有好的在这买也行 没有好的过一天 办完事再出去吧 就是我买那个车的 我要买那货车 很多人就这么问我 说 为什么不买面包的车 面包车也大 为什么不开现在这台车了 为什么不买房车 为什么不买新货车 可多为啥了 为啥不买房车 第一 房车贵 折家率高 我现在既是在旅游 也是在创业 我要是想那些成本 我不能把钱都搭在车上 第二 是为啥不买面包 如果买面包 我还不如开我现在这个车呢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面包车 第三 为什么不买新车 我年年买新车 我想那么有钱呢 这个车就是去年买的 我还买呀 新车 新车肯定是没有二手车 便宜呀 还一整就 新车跟二手车没差多少 我是不会买新车的 就是打二手车之间选择 其实开这个小兵制 出门也挺好的 给你们看看 我现在只是想再换个货车 就一心想换货车 别人说啥我也不好使 这个你看我现在已经把这位粥下来了 一撂倒 秒变大床 就一晚上可以省五百块钱 那个大床 现在你上新疆旅游 平平常常呢 一晚上都得五六百 还不怎么好的 所以你可以在车里住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怎么把这个秒变大床啊 看我什么都没有啊 也不用加啥 说改装了 咱都不需要 秒变大床 我这车圆板圆起 这几天买车 学会了那二手车饭的 一些那话速 圆板圆起 全车被动 嘎嘎板正 那现在是 坐会吧 来变床 先把后备箱打开 后备箱打开 然后这个置物价 是我自己买的 一百多块钱 因为旅游路上东西多嘛 东西多 我也没按车顶 那个行李架 其实按车顶行李架 也行 很多人都按 我没按 SUV怎么秒变大床吃 就是跟大象进冰箱 要的步骤是一样的 第一步 咱们来把字放倒 先把这个字放倒 哇 哎呀 这样啊 好像这个应该在往前行 这个还可以往下压压 现在已经放倒了 是吧 这个床垫子呢 就一周起来 它就在后边了 就不用特意卸下来 你可以秒变座位 秒变大床 不用特意卸下来 就这么一卷 就在后边放着就可以 就这样的 再往下拽拽 这不就是一个大床吗 从后边给你们摞 这是一个大床了 然后你就在上面铺背啊 路子啊 就可以了 这台车能睡个 睡太多高的人呢 五号跑一米 一米七七吧 他要睡的时候 得往前推一推 这个座位 反正我是一米六多 睡这个是正好 要是太高的 睡你就得垫一下 把这个座位往前推 下面垫点东西 我给你们介绍一款七点床啊 但我不是卖啊 你们自己上网上找去 我也不说啥牌子 买七点床就网上这个啊 直接就是按 按那个车的型号 一搜七点床就可以 比如我这个 冰质 然后你打冰质 七点床就出来了 一定要买这样事的 就里边是海绵的 然后这个呢 你打开这个阻 也可以往里进点气 海绵的 它随着不浮飘 而且啊 就是它不会漏气的 就有那种 就是完全是气的 就你一催它就起来 然后你 你一放扁呢 那就是 它就是一个小薄的 那个小布片了 这个不是啊 这就像海绵的 但一卷 也没有啥 把这个拧开 也进不了啥气 能进一点就 它里边有一层海绵 还啥呀 这种 特别好 用多少年都没问题 像 那个丛气的 你可能用 用个十天八天 如果你要运气好 能用几个月半年 它就该坏了 然后你说 你在路上 如果坏了怎么办 特别新疆 西藏的地方 买啥都不方便 也不给你包邮 你都没办法整 很多人说 这个下边有棱 说下边有棱 不个停吗 不个停啊 我们睡觉 真的一点都不个停 就在这 睡觉一点都不个停 一铺上这个 如果你怕有棱的话 你下边可以 铺个纸壳子 那我们这有个纸壳子 但是不铺这只壳子 也没问题的 就这样 秒变大窗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你睡觉的时候 说不热吗 晚上套沙窗 把窗户就开开 如果像这种天气 会热的 但是如果要是 再稍微冷一点的天气 真的不热 在车里 这种密闭空间 睡觉 睡眠质量还高呢 反正我就是 在这种密闭空间 睡觉 我是挺喜欢的 这个是前面的挡板 挡在前面 就买个这玩意儿了 省得 别人能看到你吗 然后两边 再买个这种板 一挡 就没问题了 或者你这地方 隔个凉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前边 还是正常的座位 后边就是床 你行车的时候 不用卷起来 你就天天就这么 把床铺子 也没人会管你的 这就是简单的小床铺 你要说给什么 改成个房车 又有装 储具的地方 又有上车所的地方 这种小车 神仙来也改不成 不可能的 它空间有限 但一个面包车子 它能可以改成 有厨房的 床铺所那个马桶 就是我跟你说 房车它们都不用 因为它都得自己倒 你上完了 一样自己倒 它们都是找 露营地的时候 带厕所的 就晚上很多人 就把这些开车 住车里的人 叫什么逃难 有些人的演技 他只是停留在 那个井里 就按照他的想法 因为他可能 半辈子也没怎么 出去旅过游 然后上班上傻了 也就星期天 去公园转转 他认为旅游 他得 攒够很多很多钱 这辈子也没有 攒够那些钱 如果攒够那些钱 那人有的也老了 他也出不去了 所以一辈子 他也出不去 然后他就认为 这种旅游说 就很穷很穷 那人才能住车里 自驾有两年 碰到过太多好车了 咱不说几百万 就太豪的车 没有碰到 但是什么奔驰商务 奥迪 宝马 这都有 这都 这只普通的大动车 就高级点的都有 木马人了 还有什么 霸道啥特别多 霸道了 普拉多了 这车都碰到过 他们是不是在你们眼里 在咱们普通人眼里 就是挺有钱的了 可是人也一样住车里 难道他 难道你比他还有钱吗 人不也一样住车里吗 反正有时候吧 越有钱的人 人家相反 还不怕 你看不起他 说他会过啥子 人家有钱 就不在乎了 越穷的人才怕 人说的穷 瞧不起的 就比如上饭店打包 往往穷人 他不喜欢 哎呀 剩这点菜 别拿了 看人家开桥 周围人 看到眼光还不一样了 有钱人 人家 就拿回去吃 反正都自己吃的 就是这么为事 会给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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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